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董爱买 这期视频跟大家聊一聊特斯拉上周刚刚更新的Model S以及Model X的全新产品线 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了,Model S跟X改款这个事还是挺重要的 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里面的车 那首先呢,这一次发布呢,是在特斯拉2020年第四季度财报的当天来发布的 所以我们就跟财报一起说吧 那财报内容其实比较丰富啊 我只说几个我关注的重点 第一个呢,是特斯拉的汽车毛利达到了24.1% 这个呢,其实是全世界所有的车厂该学习的 就你造车把自己的单车毛利率能做到24.1%非常高 但有同学说他这个单车毛利率算了碳排放呀 有人会问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其实就是美国跟中国其实差不多的 就是汽车厂商在生产这个车的时候讲求一个碳平衡 你生产燃油车的话 对应的你就需要生产一些纯电动车去平衡你自己的这个碳排放 那特斯拉呢,是一家纯电动车企 所以呢,它就会产生很多碳排放积分 那这些碳排放积分呢,它就可以卖给那些只生产燃油车 或者说电动车生产产量不足的车企 这些碳排放积分呢,是可以赚到钱的 但呢,特斯拉把这个碳排放收入放到他整车的收入里头去 所以会导致这个汽车的毛利变得很高 那有同学就会说,如果把这个碳排放收入去掉特斯拉的毛利就没这么高了 对不对 但是话虽是这么说 但是任何一条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特斯拉不许把这个碳排放收入放到自己的毛利率计算里头去 所以不管怎么样,24.1%的毛利率非常非常高 这个其实是如果你想吹特斯拉的话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把特斯拉的这个毛利率,这个这么高的比例给它吹出来 就是有人说毛利率对于消费者有啥好处 其实对消费者没啥好处啊 但是对于企业来讲,你好像企业要长期发展 它又必须要有比较高的毛利率 它能维持它的研发成本啊 它能维持它不停的往前进步,对不对 所以24.1%这个毛利率水平非常高 然后其次呢,在去年的第四季度总共生产了16,097台Model S以及Model X 然后生产了17,9757台Model 3加Model Y 所以你可以看出吧 Model X加Model X的生产量差不多只有Model 3跟Model Y的十分之一 然后在销量这个比重上差不多是1比9的关系 也就是说90%的人会去买Model 3跟Model Y 而之前主打的Model S跟Model X的销量只占10%了 然后这一数据呢,其实在国内的来看会更加低 因为Model S我记得没记错的话 很长,就去年很长一段时间里Model S的销量每个月只能卖到几十台 然后Model X呢,受到传器影响 就是这一期如果有一艘船到了 Model X那个SUV啊 如果这一期那个船到了 可能销量可以到上千台 那个一两千台都有可能 但如果那一期没有船期 然后日常那个销量可能也就几百台的水平 所以你在路上看看你也知道 路上跑的最多的还是Model 3啊 以后可能是Model Y会比Model 3会略多一点 就Model S跟Model X真的没有太多人去买 主要原因还是定价问题吧 就是一辆车卖到80到100万 大家觉得特斯拉是一个相对来讲 是一个想走丰田这样道路的品牌 所以就Model S跟Model X非常难卖 然后这一次呢财报过程中 马斯克还说另外一件事 就是FSD的选装率 在国内呢仅有1%到2%的选装率 马斯克说中国消费者是非常敏锐的一批消费者 然后但是这个FSD的选装率比较低 这也是特斯拉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这个解决方案无非也就是订阅制吧 我猜啊 我猜测啊 这个解决方案无非也就是使用订阅制 订阅制就 现在你看一个FSD的定价是64000块钱 如果你在买车的时候去购买 然后如果订阅的话 你大概可以参考一下64000 你算一辆车六年去摊博吧 每年差不多1万块钱 1万块钱里头也在摊到12个月 每个月差不多将近1000块钱这么一个水平 然后因为你是订阅嘛 订阅的话相对来说 你可能会降低这个门槛 所以再给你一点折扣 所以我觉得FSD单月定价 可能会定到600块钱人民币左右 这个价格如果你觉得高的话 你就弹幕中扣个1吧 你觉得低的话弹幕中扣个2 反正这个比例就怎么样 大家自己去判断啊 好为什么要聊财报 这就是我后续聊Model S加Model X的一个背景知识 那我们正式来聊一聊这两辆新车 那经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Model S跟Model X终于改款了 那目前在中文官网上面 它的Model S总共有三款车型 首先是长续航版 定价是79.9万人民币 百公里加速是3.1秒 它的续航里程 由于国内这个续航里程没有测出来 然后我就用美国官网了 EPA的预估里程是659公里 然后EPA的659公里 如果你换算成国内常用的NEDC 我觉得它应该可以做到750到800公里左右 然后第二款呢 是三电机版本的Play的版本 售价是99.9万 百公里加速只有1.99秒 然后呢 它的EPA续航里程是624公里 比之前的长续航是要短一点的 第三款呢 是我特别特别建议大家买的版本 Play的Plus 就是Play的加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的定价是117.49万元 它的百公里加速是小于1.99秒的 但是在这里 我要提醒大家 官网在标这个小于1.99秒的时候 是有一个信号的 这个信号里面说的是减去起步的时间 但是在之前的3.1秒的里面 是没有减去起步时间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指的是叫 Roll Out 就是这样的一个加速时间 就是车在起步完成之后 才开始进行测速 那有同学说这个 这个这玩意不是骗人吗 是吧 我们做百公里加速 不都是从禁止状态开始测吗 对没错 但是Roll Out的这种测试方法 确实在美国也存在 然后至于特斯拉 为什么说要小于1.99秒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美国有另外一家车企 它虽然还没有交车 叫Lucid 我之前也单独做过一期视频去聊过 所以特斯拉就一定要标自己 小于1.99秒 这其实是马斯克的个性史 它必须要让自己的车的性能 始终保持在最强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是这辆车的EPA续航里程 就按照美国官网来换算的 预估是达到了832公里 哇 EPA的800公里 你换成NEDC 我觉得大于1000公里 应该毫无压力 你看电动汽车续航里程 超过1000公里的车型 又多了一款 对不对 然后整个交车速度方面 Play的版本是今年在国内 是第三季度开始交付 Play的Plus版本预计是第四季度开始交付 需要提醒的一点 是中文官网上有一个词叫Toker Vectoring 这个词它翻译的错误了 中文官网翻译的叫扭矩分配 我当时看到这个词 我就摸不着头脑 什么车没有扭矩分配呢 都有的 所以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英文的官网 我发现这个词正确的翻译 应该叫扭矩矢量控制 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啊 就是它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 随意去分配车辆两侧的驱动力 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啊 应该这么说 在燃油车上 这个技术也一样存在 你可能会在丰田 我想想看 全新的汉拉达上 以及像Mekan 保持街的Mekan的一些高性能版本上 可以选择 Mekan那个好像叫PTV 还叫什么PTS 大概是这样的名称啊 可以去选择这样的东西 它呢 主要作用就是可以让一侧车轮 快得更快 慢得更慢 当然它的实现原理呢 也不太一样 那有的是通过双离合器这种方式 可以去实现 有的是通过差速器 加双离合器这样的模式去实现 但是因为特斯拉嘛 你知道它三电机的版本 它其实后轴上是两个电机的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通过 这个电子差速控制的方式来实现的 那实现了这个扭矩的矢量控制之后 有什么好处啊 还是能够帮助你在 那个极限转弯的过程中 让车辆继续保持很好的循迹性 另外呢 还要跟大家说一点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词啊 你就去看看小米发布的平衡车 小米的平衡车都知道自己的扭矩 使用控制 所以特斯拉官网把这玩意给翻错了 这其实还蛮严重影响这个车的形象的 因为这个词在性能车这个爱好者眼中 这个词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希望官网哪天把它改过来啊 然后车的外观啊 其实外观几乎就没有什么改变啊 你可能能在前面的进气格杀那一块 稍微有那么一些变化 主要的变化呢 还是来自于车的轮毂啊 轮毂这一次呢 全新给了两种轮毂 第一种你明显一看 这肯定是一个低风组的轮毂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性能版轮毂 那这一次呢 特斯拉的选装价格也上升了 就是这个轮毂的选装价格 看没保时捷啊 对吧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默认那个轮毂肯定是可以用的 并且应该是可以保证 你达到最长的续航 然后车内饰呢 这一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啊 原来特斯拉Model S呢 是两块屏幕 这一次呢升级到了三块屏幕 其中这个中控大屏的分辨率 达到了2200乘上1300 然后说这个中控大屏 它里面使用的这个处理器啊 就是那个图形处理器啊 用的是AMD的Nui 33这个架构 然后同时呢 这个架构里头 大概是有8G的DDR6显存 整体的图形算力呢 也达到了10T的Flops 这样的一个算力 差不多 如果单纯的看图形算力啊 应该是跟Xbox Series X接近的 然后同时呢 这个仪表盘还是继续保留了 哎 这个地方我要多说一句啊 就之前在发布Model 3的时候 我说Model 3的内饰很简陋 有人跟我抬杠 说Model 3的内饰 就是代表了以后自动驾驶的行情 说以后自动驾驶的车 就是不需要内饰 甚至不需要方向盘 我说把特斯拉一种内饰简陋 成本降低的做法 给它洗成了所谓什么自动驾驶的趋势 哎 你看Model S出来的时候就打你脸了吧 Model S不仅有前面的这块屏幕 还在后面又加了一块屏幕 还是三块屏幕呢 对吧 就是我觉得事情是这样 Model S跟Model 3 肯定是不同定位的车 售价不一样的车 对于车企来说 它肯定要给你捡东西啊 不然凭什么一个车卖 卖100万 另外一个车只配卖25万呢 对吧 所以你不要把车企的定位不同 你看这个Model S这个三块屏幕 你看打不打脸 对吧 所以这个Model S这次把仪表盘给加快了 加仪表盘当然是好评的 原来Model 3的那一块中控的仪表盘 虽然不影响你去看这个时速表 但是前面空空的一块 我觉得有人说什么简约简单 我觉得简约简单的前提是 你保持住你基本的功能在吧 有一些常见要显示的功能 你都要去靠中间中控屏那去看 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合理的做法 所以Model S这个仪表盘我非常喜欢啊 然后不仅回来了之后呢 特斯拉这次还把这个方向盘也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 这个方向盘呢 上半部分被砍去了一半啊 就是这个方向盘啊 在国内可能会有稍微有一点风险 就是我国的安规的规定的是 这个方向盘是要求是一个整体 然后不能有什么缺缺口这些地方啊 对 然后特斯拉做成了这样 我不知道特斯拉最终在上市的时候 能不能再保持住这个方向盘啊 然后同样车内这一次在舒适性上 把音响调的也挺好的 22个扬声器提供了960瓦的音响 在电动车里比它高的也只有未来ET7了 超过1000瓦的这个音响功放的功率 对吧 所以我觉得特斯拉这一次在科技感 以及这种音响声音啊 各方面我觉得做的不错 然后同样在内饰的选取上 官方这次不再像以前一样 什么加多少钱选内饰的 只有一种内饰可以选择 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 即使就是你选其他颜色 你能非常明显的看到内饰上的那种网状的格纹 所以我猜测应该也是类一种新型的科技布 这样的一种材料吧 就是特斯拉不会再在里面再次去使用纳帕 关于纳帕真皮这个事呢 我觉得两派吧 第一派呢就是属于说 要这种质感好 那纳帕的质感当然是不错 对吧 从环保主义者角度来看 他又会说这个皮质材料 是从动物那获取来的 不环保 不环境友好 这也是一种说法 那总之呢 特斯拉现在目前来看Modo S 依然也不会使用纳帕这样的东西的 应该也是一种人造的植物 反正这个事就是你互相选择吧 你觉得这里能接受你就买 然后这次优客方向盘 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方向盘 如果你开过像赛斯纳172的这样的飞机 你会觉得这玩意非常像 那个飞机的那个小飞行摇杆 然后呢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啊 比如说这个车 你能明显看到有了这个方向盘之后 它的左后方以及右后方 是没有传统的挡杆 也没有那个转向灯拨杆的 然后转向灯的那个拨杆 你很明显的看到在方向盘上 它变成了两个按钮 也许以后你是要按按钮来打转向灯吧 然后前进后退的倒退档 马斯克说 这玩意是利用了人工智能 以及特撒的FSD的计算机去计算 当你需要倒档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准确的切回到倒档的 我其实不太能想象 这东西是怎么实现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 马斯克把这玩意弄出来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用的 并且马斯克还说 当你习惯了用这样的方向盘之后 再用传统的挡杆会非常不习惯 嗯这个有意思啊 等着上市的时候 咱们再看看这东西有啥 就具体使用起来有啥不一样呗 同样呢 这一次在自动驾驶方面 依然没有提到使用激光雷达 那看起来马斯克就是继续使用 它的视觉方案继续往前走了 那反正国内目前来看 大部分的主流车企 或者头部车企 都在把激光雷达陆续装上车 从感知的角度上来看 激光雷达相比于传统的视觉摄像头 显然会有更多的优势嘛 那就期待到时候 等这些产品都上市的时候 大家来比拼一下 在国内道路啊 包括高速公路啊 包括程序道路上 这种自动驾驶 或者说辅助驾驶的水平 谁做的更好呗 反正这个事很简单 就是体验说话嘛 然后呢 在选配上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区别 就是美国的话 你选装白色游戏是免费的 其他游戏是加钱的 在国内的话 黑色游戏是免费的 其他游戏是加钱的 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其他的区别了 然后就是Model X Model X依然保持了 阴影门这样的一个设计 不过这一次呢 Model X只提供了两个版本 一个呢是长续航版 定价是84.99万 然后NEDC续航 官方预估说是580公里 对 然后另外一种呢 是Play的三电机的版本 定价是99.99万 NEDC续航的是547公里 对 就是在2021年 NEDC续航550公里 因为这车不能换电嘛 那个可能会有同学说 它的续航不太够 因为NEDC550 实际上你去开的时候 大概就要日常开 你打个8折 高速开你打个7折吧 差点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然后这一次Model X 并没有这个Play的Plus版本 也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加 就是我觉得这个特斯拉 在高性能上的追求 可能会体现在Model S上 因为Model S 你很明显能看到吗 就在Model X上 花费的时间 花费的各种各样的改良 会更加多一些嘛 然后同样Model S 这次它修改了自己的风阻 0.20几的风阻 特别特别厉害 然后Model X 这次没提风阻系数的事 我觉得应该跟之前 前款差不多吧 所以这就是Model X的一些改款 有人说会降价吗 这个事是这样 反正国内呢 每一次特斯拉定价 都是先定一个价格 然后等真正交车的时候 那个价格还会有一些调整 那大概率上呢 在交付的时候 应该价格还会有一些向下滑 因为毕竟你去看美国的价格 到国内来卖 基本上是乘以了10 对吧 你就是算上美国工厂成本比较高 乘以10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 但是这一次呢 体现出来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马斯克一如既往的 在乎高性能这件事 这件事是我非常薪水的 你想就算未来ET7 它的百公里加速 也只能仅仅做到了四点几秒 对吧 就算未来需标 被百公里加速到3.9秒 也就差不多了 但是马斯克这个 他一下就做到两秒 你知道从3.9秒 到2秒这样的一个水平 就在燃油车上 可能就是一个200万的车 跟一个七八百万车的水平了 所以马斯克在这方面 我觉得做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值得国内所有的造车车企们去学习 然后这个内饰 你说科技感是到位的 我是认同的 豪华这个事 我觉得确实 马斯克的东西一直不豪华嘛 哪怕你的车已经卖到100多万了 反正跟豪华也没啥关系 然后定价方面 有同学说120万定价这么贵 我反而觉得这个定价很合理 120万里头 你去买任何一辆车 百公里加速能力 做到两秒之内 做到这么强的动力 还有这么好的自动辅助驾驶 我觉得是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特斯拉这次定价非常合理 至于你说你要什么电信门 要什么良好的做工这个事 我觉得这么久 你还没看出来吗 就是车 人无人 人无完人 车无完车 特斯拉的风格 就是把车造成这样 然后他在乎的点也就是自动驾驶 以及高强高性能 你说你要的什么舒适性 什么电信门 这些东西压根不存在 这一次都给你960瓦的影响了 你就满足吧 好吧 反正这是一种消费者互选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特斯拉符合他之前一贯的作风 一直在努力的向自己所在乎的事情 那个努力去做其他车 他都不在乎 然后有同学说国产化 是不是可以让这个车便宜 那显而易见 国产化一定会让这个车便宜 但你反过来又看 跟Model 3跟Model Y相比 特斯这个销量好像又很难支持一家工厂 为了他去做本地化吧 对吧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干脆把美国工厂关了 把整个生产率全部转移到国内来生产 然后向美国也去开中国生产进口车 这也是一个方法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价格确实会便宜一点 所以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个车呢 你应该是可以买 并且买回来之后 至少在动力方面是很有优势的 然后什么时候你该卖 在他宣布要国产化的时候 你就赶紧把它卖掉 然后等国产化之后 你看这个定价是多少 你再把它买回来 这样的话 对于你这个价格损失 可能会是最少的一种损失 然后至于有同学说 这个车外观不改 会不会还有很多人买 我觉得是这样 该买的人压根不会在乎 它的外观不改 就毕竟花100多万去买电动车的人 其实他们早就内心强大 无所畏惧了 你说这个车看起来跟老款没区别 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人去买的 这也是这样挺有意思的车 然后按照目前特斯拉计划说 第四季度会开始Plate Plus版本 其实说实话 买买对于这个车非常非常薪水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就是代表了整个电动车动力的一个巅峰 我非常有可能会在年底第四季度去买一辆 好吧 同样呢 如果你对这辆车也感兴趣的话 你也不妨使用我的R维码 去预定一辆Model S Play的版本 我非常建议大家还是去买这个Plate Plus版本 因为这个版本它的性能是最强的 然后续航也非常非常高 因为特斯拉不能换电这个特性 所以我觉得你把EPA租到800公里 上NEDC租到1000公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至少你不会因为续航而产生任何的困扰 好了 这个是本期的买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等买买 买买在投票币上微博 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